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能是那种绝对的机器人 他要比人呢会少一点点感情 比人的感情再冷淡一点的那种感情 那你会想找一个人工智能女朋友吗 那我不会 因为人工智能的女朋友就会被设置被控制 我还是喜欢就随着我们彼此的感情的递进 再转变的感情 三朝同学请问扮演机器人和和机器人谈恋爱 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吗 我是机器人 我没跟机器人谈恋 是我人别人跟我的谈恋 如果有一天突然有个女生在你表白 并告诉你说她是机器人 如果万一有感情了 那是惊喜吧 可以表演一个你觉得在片中最一样的人或者工作吗 因为这个都是后期特技的 当女主角要受到危险她会像幻影一样 太超能力 对 我还没上大学的时候我网练过好多次 好多次 会打开QQ 每天就看到她头像闪动的那一颗 我的天哪 网络游戏也网练过 感觉很神秘吧 都有很多憧憬 我当时为了这个 还在家里面买了很棒的摄像头 然后把光打得很棒 她多了角度 然后怎么光打过来会更帅 我网练了 我不知道在网络的一端是男生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人工性能 你说我在怎么验证呢 其实 你不用管她到底是男生是女生 你只要觉得跟她在一起聊天 会让你充满幸福 会让你很多期望 很多期望 让你每天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就足够了吧 三小哥哥 如果有一天你的女朋友变成了机器人 或者人工性能 那如果是生爱着对方的话 肯定不会放弃她 肯定会 将这份机器进行到底 我希望她可以 就是像科学家一样 万能的医生吧 那种感觉 可以让所有的人 都可以一直活着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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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